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 是国防大学下属八所学院之一 也是世界上唯一以国际学院命名的高级军事任职教育学院 12月13日,记者探访了位于北京的国际防务学院 国际防务学院已有62年历史 每年有新学员500到600人 学员来自160个国家,涵盖了五大洲 除了进行授课和答疑 学院还常常组织双边和多边论坛 研讨,以增进各国学员的交流 学院为学员们安排了单身宿舍和家庭宿舍 还有包括书法、棋牌和篮球、壁球、健身等场地的文体活动中心 意大利海军中校马西默来到国际防务学院 参加了为期一年的课程 他说,他们的日常学习分为两个板块 第一部分是中国研究 教学人员会从地理、历史和文化等角度入手 进行全面教学 一部分是中间的课程 同时是一部分的地理 他们分为两个团队 一群去上海 另一群去上海 另一群去上海 第二群去上海 在明月中会有另一个机会 所以两群去上海 第二个部份是国家的安全 对不少学员来说,在国际防务学院的学习和他们以往的学习经历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更多的是拓展了他们思考问题的视角 当我去学习,在Italia Africa,the African continent in Europe on top is in the center of the map ok?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when he went to school Sergio must have had the American continent in the middle ok? so just looking at the same exact thing the world map but having Asia in the middle is very important it makes you think for us,the most importa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about the course is to ha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f western vision we are here learning to the eastern vision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China is a huge superpower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how China manage the military situation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s with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or us is very very important 据了解,在国际防务学院流传着这样两个原则 第一是无属性原则 即专家和学员在课堂上讲的每一句话 都只代表自己 不代表官方或其所在单位 第二条原则是共享学习 这也是高级任职教育的通行规则 来学习的学员不是简单来接受教育的 他们带着经验 带着智慧 带着问题走上国际交流的平台 所以 国际防务学院就尽全力 营造一个自由交流的环境 鼓励学员之间相互分享 来到中国,一年也好,半年也好 除了每天上午,他们要聆听教员的授课 临达一部班 绝大部分时间,或是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是他们之间的相互的交流 因为我们提供了集体诸素 所以说呢,在华学期间 任何一个国家来的学员 他都可以交到一百个国家的朋友 这样就对于建设高级 世界高级军官的命运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Senior Officers 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此外,徐辉还表示 有一些来自争端国家的学员 入学时可能是敌人 但毕业时已经成为了朋友 他们回国之后 可以共同为本国政府 提出和平解决两国之间争端的建议 徐辉表示 通过与各国高级军事学院之间的交流 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 增进相互信任 增进所参加各班次国家军队之间的了解 是国际防务学院的主要使命 但是,所有人都将有所成为了解决立 所以我们准备了解决议